中共的军机是绕台不断 更有跨越海峡中线 大有投奔中华民国任祖归宗的冲动 但是中华民国可不需要这种 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马列子孙 更有意思的是 中共的发言人狡辩说 不存在海峡中线 难道说要回归中华民国不成吗 美国的国会报告出炉 公布中共和某组织所扮演的角色 某组织不能说 说了可能就要黄标 眼灵梦20日受访进一步警告 中共病毒是SARS的加强版 中共可能会再放出其他病毒 与此同时 中共病毒代言人张文宏一声说 第二波是必然的 大家好 透过热点分享观点 欢迎来到德产美 我是Gary 你还好吗 今天是2020年9月22日星期二 最近中共军机绕台不断 当被中华民国空军警告 你已飞过海峡中线 立刻转向脱离时 中共军机飞行员 以海峡没有中线回应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例行会上更声称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看这表情啊 委屈的都要哭了 我就突然有种感觉 既然没有海峡中线了 这些人难道要回归中华民国吗 任祖归宗 改邪归正 我想啊 中华民国应该会欢迎中华儿女 对于马列子孙呢 还是要敬而远之的 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回应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 对于中共啊 就需要这样强有力的回应 实际上啊 这也是陈述了一个事实而已 中华民国啊 已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一百多年了 而且是老百姓一人一票 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 中共啊 到现在都不敢给老百姓选票 对比之下呢 孰优孰劣 一目了然 有朋友在留言下面出示了联合国的文件 以此来说明中共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性 我一下子就笑了 为什么呢 放在过去啊 我也会花点时间看一看 现在完全不用了 这就是过时的历史文件呢 中共在香港问题上 搬石头直接把脚给砸断了 以后在国际上呢 凡是对中共有利的文件 大家都可以说是历史文件 不具备法律效力 看起中共能怎么样呢 是中共违背承诺在先 所以必须要承担因此而造成的一切恶果 因此啊 欧江安也指出 中共外交部的说法 如同摧毁一国两制的港版国安法一样 也将摧毁台海现状 欧江安同时强调啊 中华民国外交部强烈谴责 中共外交部的说法 中华民国的牌子只要一亮出来 中共就暴露在赵妖镜面前了 他们在公开场合连提都不敢提出来 逼着中华民国改成台湾这个名号 所以过去我就说中共才是最大的台独 也有朋友呢 留言说我是无政府主义 这里啊 我个人清楚的要表明我个人的立场 中共啊 才是无政府主义者 他们强调暴力革命 推翻现有制度 如果您不了解呢 看看现在美国的黑命贵运动 疯狂的打打抢 都是如出一辙呀 民主自由不等于放纵 胡作非为 要在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下 并且啊 更重要的一点是 法律必须是维护公平和正义的 如果法律没有了 这两个属性啊 那就是恶法 就像前面提到的中共加入联合国时的文件 如果维护的是中共的残暴统治 那么这个文件就失去它的法律效率了 既然呢 提到了道德和法律就多说两句 我个人呢 对法律 还有另外的解释 人呢 首先应该遵守的是道德 然后才是法律 因为人的道德下滑呀 才需要制定各种法律 而且法律的条文呢 越来越繁杂 美其名越要完善法律制度 这就是一个恶循环 如果不能提升整体的道德素养 法律啊 终将成为人类的枷锁 让所有人呢 都寸步难行 举一个在新加坡发生的实际案例 在新加坡的MRT里面呢 按紧急停车 MRT呢 在大陆称为地铁 台湾称为捷运 如果随意按动了这个紧急停车按钮呢 将会被罚款5000新币 2017年6月30上午10点45分 一名日本年轻妈妈和朋友结伴 推着婴儿车 打算从Novina站上红线 当时呢 因为红线故障 DT里面挤满了人 这名妈妈呀 排了很久的队呀 终于能上车了 可是这名妈妈刚踏进一半 车门就关上了 他被死死的夹在两个车门中间 四周的乘客呀都惊呆了 或许是因为人多 或许是因为声音太轻 根本没人听见地铁关门的声音 当时呢 日本妈妈死命的挣扎 而另外等待的目击者也拼命的比划 哀求车内的人赶紧按停车按钮 这样呢就可以打开车门 却没有人愿意按下 好在呀 附近的三位男子看到 赶紧上车从外面试图掰开车门 车门呢夹得非常紧 这个一时半会儿啊也掰不开 而在车内呢 还是没有人敢去按动这个紧急按钮 时间呢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场面呢极为紧张惊险 万幸的是啊 就在列车开动之前 好心帮忙的男子 成功的掰开了车门 让那位日本妈妈呀赶紧上了车 也就是在那一刻列车开动了 万一车门被掰开晚几秒钟 后果啊将不堪设想 事后啊很多目击者认为 就是因为新加坡地铁规定 滥用紧急停车按钮 要罚款5000新币 从而导致了在面对真正危机的情况下 也不敢去用这个按钮 新加坡的法律啊世界文明 MRT设立的罚款条文达30多条 罚款数额从500新币到5000新币不等 救人呢这是道德问题 罚款呢则是法律问题 不知道您是怎样思考的呢 我个人认为呢 道德是法律的前提和根本 失去了道德这个准绳啊 法律就有可能成为恶法 或者独裁者的工具 比如现在的中国政权 以所谓的网络安全法之名 将中国人隔绝于世界之外 这是个极其简单的问题 五毛和粉红也能狡辩出理来 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为什么别的国家就没有防火墙呢 用寻衅滋事这种模糊的概念 打压言论和抓捕异议人士 也是以扰乱社会治安之名 抓捕吹哨人李文亮 致使啊中共病毒蔓延到了全世界 由此可见的失去道德为标准的恶法 是可能危害全人类安全的 我们来看一看美国国会的最新报告 时间关于呢 只跟大家分享重点的部分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 公布了源自中国武汉的中共病毒大流行起源 2003年SARS大流行期间呢 中国共产党利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的记者和异议人士的前置啊 隐瞒真相并且混淆疫情源头 中共领导人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啊 未向世界某某组织通报病毒的信息 在这一独职行为之后呢 国际社会要求对规定各国必须如何处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国际卫生条例进行改革 今天呢已经很清楚的是 中共未能汲取这次教训 当前的大流行病是他们不当的处理 2003年SARS疫情这一悲剧的第二章 在导致COVID-19病毒的起源 以及这场全球大流行的病毒根源方面 仍然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疫情爆发9个月后啊 从中国和其他地方继续传出新的消息 显示中共力图掩盖疫情 惩罚寻求问责的国家与机构 毫无疑问的是啊 中共主动从事了掩盖行为 目的是在于混淆数据 隐藏相关公共卫生信息 并压制试图向世界发出警告的 医生和记者 他们蓄意而一再忽视 国际卫生条例所规定的义务 中共高级领导人 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在知道发生大流行几周后 才将其公布于众 说到这里啊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李文亮 方斌 陈秋实 李文亮已经失去了生命 方斌至今没有任何消息 陈秋实据说现在已经安全了 但是不能发生 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吧 某某组织的总干事谭书记 以赞扬中共透明来回应中共掩盖行为 尽管内部文件显示 某某组织对中共未能分享有关病毒的 关键数据和信息感到沮丧 某某组织一再套用中共的谈话口径 却忽视来自信誉良好的消息源 所提供与之相抵触的信息 大家都知道这个信誉良好的消息源是哪里吗 台湾 所以台湾受疫情的影响非常有限 就凭这一点是不是值得那些深蓝的朋友们思考的呢 如果是亲共的政府执政 今天的台湾这会是怎样一个结局呢 继续看这个报告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少数党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情况 可以反映出中共未能保护本国公民 并履行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导致记者失踪 全世界陷入了持续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经济灾难和数十万人丧生 因此美国和志同道合的某某组织成员国 有责任要确保落实问责和必要的改革 以防止中共的独职行为 酿成本世纪第三场源自中共国的大流行病 以上是美国国会的报告 这个重点的部分 目前呢 中共病毒疫情依然很严峻 全球至今呢 已经有超过3118万人确诊 遇96万人染疫死亡 中共专家是这么说的 这个疫情还要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因为这个病毒已经在整个的世界 而且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它的毒力不是那么的强 你知道毒力不是那么的强 80%的人是无症状的 这是非常恐怖的 各位投资者 对世界的预期 我觉得你做一年的打算 这应该是最低的一个限定 但是在中国 大家一直在问冬天有没有第二波 现在隔壁的欧洲已经第二波了 第二波是必然的 这个事情我在三月份 第二波疫情呢 一定会来的 80%无症状者已经遍布全世界 很可能啊 噩梦才刚刚开始 逃亡美国的中共病毒学家 严厉梦14日在推特发布首篇论文 直指中共病毒是来自中国军方实验室 账号呢还因此被推特官方封锁 这个背后啊 中共的鬼影重重 中共这个邪恶政权不除啊 它就要控制全世界的言论自由 如果你没做还怕别人说嘛 严厉梦20日受访是进一步警告 中共病毒呢是SARS病毒的加强版 中共啊可能会再放出其他病毒 这个病毒啊 现在的确专攻人类 给我们人类啊造成巨大的伤害 他还说我们唯一必须要做的就是 从根源解决病毒 就像医生治病人一样 必须了解病因才能进行有效治疗 而这里的根源就是中共 是他们实验室制造的病毒 因此啊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 并做彻底的调查 这才是解决病毒的方法 严厉梦曾经是体力的病毒专家 张宏呢是目前中共病毒大陆的代言人之一 他们的观点呢 进一步证明了中共的邪恶 以及对这个世界造成的危害 中共呢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病毒 他们所导致处啊充满着谎言 欺骗 贪腐 暴力斗争 还有淫乱 这些个马列子孙呢 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根本就没有人性 所以啊 劝请那些 还在为中共歌功颂德 和被那些中共欺骗的同胞们 早日醒悟 如果您喜欢的节目 请记得订阅点赞 留言分享 并且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期节目见 拜拜